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最好的还在后头 一位妇人 她被医生诊断出罹患的绝症 就在医生宣布 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后 过了几天 她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她家里 讨论了许多商礼的预备 追思的流程等等 她把所有的想法 都告诉了这位牧师 包括想要办怎么样的商礼 她想要穿的衣服 以及要在哪里下葬等等 最后她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牧师觉得很惊讶 这位妇人说 如果那一天到了 我希望可以让叉子和我一同下葬 牧师就问她说 为什么是叉子呢 这位妇人说 因为在她参与教会活动的这几年中 她永远都记得 当礼拜天聚会结束后 大家会一起吃午餐 而当大家把主菜都吃完后 厨师就会告诉大家说 预备好你的叉子 而这个时候就是她最喜欢的时刻了 因为她知道更好的食物要上场了 随后柔软而且蓬松的巧克力蛋糕 就会摆上来 让大家垂颜欲低 那滋味真是让大家难以忘怀 所以我希望人们来参加我的追思纪念石 大家手里都要拿着叉子 可能当时来参加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预备叉子 这时候要请牧师告诉他们说 请预备好你的叉子 是因为最好的还在后面 牧师听完后非常的感动 因为看见这位妇人明白生命的永恒 所以生命的结束不是惧怕或是担忧 而是更好的就要来到了 亲爱的朋友 我们看见这位妇人的信心 她在面对死亡时 相信上帝已经安排好一切 上帝预备了天堂 所以她可以不惧怕死亡 而且心里充满盼望 圣经中也有一个人叫做彼得 有一回彼得因为传讲耶稣 被当时的兵丁抓走 关在监狱里 而且官长派了16个士兵 看守她一个人 而就在她要被处死刑的前一天 她在监狱里没有觉得担心 没有觉得害怕 她心中仍然充满了平安 甚至还安稳地睡着了 因为她相信上帝安排的都是最好的 不论生死她都不惧怕 后来上帝果然派了天使 把彼得救出来 让他平安脱困 亲爱的朋友 上帝安排的都是最好的 你现在正面对困难吗 还是你已经失去盼望了呢 今天让我们把困难都交给上帝吧 让上帝带领你突破重围 脱离困境 因为每一件八身 在你生命中的事件都不是偶然的 都有上帝美好的计划 上帝不仅要祝福你 活出美好 得胜人生 他为你一生所预备的更好的计划 更好的未来 还在后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